你知道小星全家人第一次坐飞机有多惨吗 因为贪小便宜 居然连续吃了七份飞机餐 结果全家人在空中一泄千里 这天小星全家人掐着时间点 正赶着坐飞机去关岛旅游 登机后小星表示自己会晕机吵着要坐窗边 广志觉得这样也可以 看看外面的风景可以让这小子老实一点 可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无语的美牙有点无语 随后飞机即将起飞 空姐过来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看到如此漂亮的大姐姐 小星两眼瞬间发光 接下来大姐姐教大家救生衣的使用方法 小星还不懂这玩意是什么 美牙告诉她万一飞机坠落就得穿上它 大姐姐穿上救生衣 告诉大家如果觉得不够蓬松的话可以自己吹起 小星顿时有感而发 如果妈妈的胸部也能自己吹气就好了 逗得旁边人哈哈大笑 这让尴尬的美牙有点尴尬 随着飞机起飞 第一座飞机的小星无比亢奋 然而随着时间变长 小星却一直没得消停 这让一旁的乘客瞬间变脸 美牙只好无奈地笑笑掩饰肝尴尬 随后来到用餐时间 第一次吃飞机餐的美牙很是兴奋 大姐姐询问他们要牛肉还是鸡肉套餐 全家人一致选了牛肉 小星表示牛肉比鸡肉贵 反正都是免费的所以就得网贵的选 很快飞机餐一上来 美牙第一时间拿起相机不停拍照 广志觉得拍这种东西太浪费交绝 直接一手夺过 然后就对着小姐姐连拍几张 不出意外片刻间广志头上就多了一两肉 小星则趁这时间吃完一份套餐 说着就要来第二份 大姐姐表示没问题 下一秒又拿来三份 美牙直接全部收下 接着广志还点了一杯啤酒 美牙和小星要了果汁 而且还是免费畅饮 一家人吃得相当过瘾 片刻之后 他们一家三口连续吃了七份飞机餐 还有啤酒果汁更是数不过来 以至于他们吃坏了肚子一起奔向厕所 就这样全家因为贪小便宜 在空中一泻千里 为了安全起见 大姐姐让他们赶紧回座位上 这绝对是蜡笔小星最感人的一集 也是小星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的时刻 小麻雀重伤离世 小星哭得好伤心 这天小星和妮妮在路上 遇到一只受伤的小麻雀掉落在地上 此时一只小白猫已经虎视眈眈打起了主意 就在这紧急关头 小星赶忙化身正义的使者主动出击 小白猫顿时被吓得仓皇而逃 成功救下小麻雀后 妮妮拜托小星将它带回家疗伤 在妮妮的再三请求之下 小星最终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看着自己的小相感叹当男生好辛苦 晚上一家人看着伤势如此严重的小麻雀 直呼真是太可怜了 广志决定先帮他消毒一下 然后再进行简单的包扎 广志认为这应该是有人恶作剧所导致的 做这种事情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就是吗实在太可恶了 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嘛 就在夫妻俩聊天之际 小星突然肚子饿了 询问美牙晚饭吃什么 烤小鸟 好啊 吃烤小鸟啊 再配上一杯啤酒 为了缓解 尴尬广志连忙表示要给小麻雀先准备食物 听到此话 小星赶忙去冰箱拿出奶油泡肥 要给小麻雀吃 拜托 麻雀怎么可能会吃这个嘛 赶快拿走开 伤脑筋 那我帮它吃掉好了 随后一家人开始商量 该给小麻雀准备什么食物 广志认为应该是蚯蚓或者小虫子比较好 听完小星开始全副武装 准备进行捕捉饲料大战 首先就是从家里的蟑螂开始着手 无语的广志很是无语 麻雀怎么会吃这个玩意 于是只好出去买了几条蚯蚓回来 随后再准备给小麻雀喂食之计 一家人为了取名而争论不休 小星将它取名食匹薄 美牙觉得啾啾比较好听 广志则认为小童比较好 这差点就成了自己出轨的证据 对于眼前的美食 小麻雀根本就没有力气吃下去 但不吃东西的话 伤怎么可能好得了 很快到了第二天晚上 广志下班回来询问美牙 有没有带小麻雀去动物医院 美牙表示因为她的伤太重了 很难救活 而对于即将面对生死离别 小星还全然不知 到了第二天 小星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小麻雀居然奇迹般飞了起来 就这样小麻雀用了最后的力气 跟野云家告别后就离世了 然而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的小星 看到这一幕也是潸然泪下 这绝对是野云家最尴尬的一集 小星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不料语出惊人曝光家里的糗事 真是太搞笑了 那么小星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封肩和妈妈 被电视台采访上了电视 母子三人一脸难以置信的小表情 到了隔天几位宝妈在街上偶遇 几人开始讨论起这件事 封肩妈谦虚地表示自己当时本想拒绝的 可是人家一直拜托她接受采访 最后只好勉强答应了下来 小星却突然爆出大事话 回去的路上美牙告诉小星大人 讲话时小孩子不能插嘴 可看到封肩妈接受采访上的电视 美牙心里特别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幸运 回到家经美牙仔细研究 她发现电视台采访不一样的人群 也有固定的地方 而太太们则聚集在营作 美牙不禁开始幻想自己被采访的情节 这位太太抱歉打扰一下 什么有什么是吗 为什么每个太太的肚子都会突出来呢 美牙表示自己才不想让别人看到这种采访 她希望的是接受美容养颜的采访 然后自己再把秘诀说出来 要是这样就好了 小星当即给她泼了一脸冷水 这话题很无趣也不会被播出 可要怎样才能被播出呢 于是小星提议由自己来当记者 陪美牙先练习看看怎么被采访 接着两人开始排练 可迎练走过小星却选择无视美牙 美牙很纳闷为什么不叫住她 小星表示通常被采访的人都会很突出 要么长得漂亮可爱 要么打扮得很时髦 美牙想想觉得颜值有理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了解这么透彻 接着小星就让美牙打扮得时髦一点 美牙认为那应该要穿上香奈儿套装和配上爱美死的包包 再搭配费朗卡玛的鞋子 小星表示你有吗 没想到还真有 小星这才知道怪不得自己和爸爸的东西都是买最便宜的 美牙赶忙扯开话题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一定要让人感觉出优雅的谈吐和教养 小星不懂是什么意思 美牙表示就是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小星连忙提出圆周率能背到几位 这顿时难倒了美牙 小星不禁感叹九年义务教育的悲哀 到了周末一家人来到银座 果然如此正好看到了电视台的采访 美牙赶忙转身进行补装 接着便主动朝着对方走去 可没想到自己却被直接忽略 而身后的广志却成为采访的对象 因为他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父亲的育儿观念 紧张的广志呼叫美牙赶紧就场 小星赶忙说到美牙是这家伙的老婆 每次出去商场血拼的时候都是由他来照顾老爸的 大姐姐继续询问美牙一个月血拼几次 那么你平常和爸爸玩开心吗 小星表示不开心 因为大人都不懂怎么玩 所以自己平常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接着便展现自己的独门特技博大姐姐一笑 果断就当场表演起屁屁见光 大姐姐顿时压麻呆住 而身后的美牙直接祈祷这段采访不要被播出 好 不